草新现在要挖出来就是台南的大秘宝 我们也知道其实蓝莹最近有很锁定在台南继续去找 当然是因为赖清德的本命区 更有原因的是台南现在这里有很多是自爆的 继续来追的是台南的绿南科技城 就是我们在沙伦的这个地方 投入了前瞻计划43亿 低洞停车场上面的工程品质却是这样 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那他还特别出示了影片说今天漏水还算小的 如果雨下大更会直接流到一楼 我看到的是绿营的侧翼啊 绿营的一些民意代表群企而公知 然后说你觉得画面像漏水吗 我不知道耶大家觉得不像吗 这真的是跟外面的雨有什么落差 但一片我们这个下面的一片祥和 大家都说这算什么漏水啊 薛小新到底在爆什么 当然王定宇觉得房客也上线了 台南时有好雨却不及邪恶歪嘴的口水雨 看照片那是半露天的区域 下好大雨半露天的地方 有雨水给他飘进来流进去 就很厚水吗 身为台北市议员你不敢追北流星完工 就这个瓷砖掉满地 你只会嘴半露天场域 遇到雨有水 这么爱监督台南对台北失职 那就欢迎来台南参选吧 所以他连台南都监督不好 是不是应该直接辞职跟退选 好好当你的房客就好了 如果说监督台南的建设叫做邪恶歪嘴 但我怎么觉得邪恶歪嘴的吃房客的早餐 跟贾达卡比较邪恶一点 贾达卡对吧 贾达卡对他贾达卡明明人在台北 然后贾达卡在台南对吧 这个可能比较歪嘴一点 再来就是你看王定宇 这个王爸爸给定宇取了一个多好的名字 平定宇宙 结果他只会平定房东 多可惜啊 有点糟蹋了这个名字 那再来呢就是巧新很认真啊 团队呢亲自跑到这个沙伦的科技园区去看 那实际上呢说现场没什么人 因为呢当然我们外行人 我们不是建筑师 我们可能很难去看得出来说 他的建筑具体哪里有什么问题 当然显然的 这漏水的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吧 而第二个呢说 现场来看好像很多招商隐私 这个根本没什么人进住 没有什么人进来 所以绿营说我们不要看建筑 我们要看很多的人流啊 这个潜流啊 这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人流的问题啊 而且是审计部的报告里面 都直接点出了沙伦科技园区里面的 哪一些的缺失 再者呢是陈凯玲嫖娼的那个人 他就是利用沙伦科技园区 然后来跟厂商到处去要挟啊 然后要贿赂啊什么的 好所以台南沙伦科技园区 我要只点到这里 因为我要讲别的 我要讲什么呢 同样是前瞻 今天独家爆料 独家好不好 送给我们大新闻大曝卦 一定那个要做成电子及时新闻 是啥呢 因为我现在自己点头上发现 竟然都没有人报 好 首先呢第一个 这个目前我们在追打前瞻预算 它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呢是说 它花在自己人身上的 它就是用来绑装的 或者它花在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项目上的 比如说前瞻里面有 捍卫食安的预算50亿 结果呢我查出来 里面竟然有31亿拿去盖大楼 民进党用31亿盖大楼来捍卫食安 这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而第二个呢是你乍看之下 它花在一些正常的项目 但是呢它等于排挤到了本来的预算 什么意思呢 我查了一下台南啊 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钱 都花在极其奇怪的地方 比如说台南地震机关 老旧电脑太换 花了4000万 你一听你看换电脑本身没问题 换电脑这个绝对没问题 但请问这难道不是应该你地政局 应该自己要出的钱吗 第二个民政局护政机关的资安防护 也花4000万 这不应该是民政局的钱吗 然后台南这个棋楼整平 一年花800万 这不是你们公务局 自己应该要出的钱吗 然后老人的文康中心整修 4500万 这不是民政局或社会局要出的钱吗 台南的礼活动中心的整修 整修花3400万 然后台南市礼活动中心的拆除重建 花1.3亿 然后台南市礼活动中心的新建计划 又花1.7亿 奇怪你前面不是已经搞了一个拆除重建 后面怎么又一个新建计划 台南区公所的办公厅要花3.6亿 不是说不应该修区公所 不是说不应该盖什么老人的这个 活动 礼的活动中心 而是这本来就应该是台南市政府 规划在自己的年度预算里面 结果你都拿钱瞻来拨给这些钱 用钱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预算 然后来盖什么礼的活动中心 然后来盖你的区公所 那请问你本来的民政局 你本来的这个社会局 本来的这些预算花到哪里去了 你等于是省下这笔钱啊 而且台北市当初要申请 2017年当初台北市说要申请翡翠水库 然后智慧城市 电网 钱瞻基础当初一毛不给 说你这个东西不够钱瞻 你这个东西写得不好 结果台南可以盖礼办中心 然后骑楼整平就可以跟钱瞻要钱 这什么标准啊 这不就是以颜色来作为标准吗 说台北然后台中要盖捷运 台中这个捷运不好 但人家骑楼整平就可以花钱 盖礼办中心就可以花钱 盖区公所就可以从钱单计划要钱 那请问那你们本来应该要编在 年度预算的这些钱跑去哪里了 是不是台南市政府等于是 省下了这些钱干嘛 然后来当成自己的小金库 或者他就可以拿这个钱 再去做绑装嘛 所以今天我们抨击前瞻有两个 第一个是从明目上项目上 本来就看得出来有点问题 有点猫腻的 第二个是即便明目上是正当 但是花的钱不对 因为这笔钱应该是 各个地方政府自己要编的 不应该拿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钱 因为这是全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这等于是全台湾人举债的纳税钱 去帮台南盖礼办中心 去帮台南盖区公所 这应该是台南市政府自己的经费啊 所以民进党在搞这前瞻 不仅是说有所谓浪费公帑的问题 就是在搞无鬼搬运大法 就是本来的这个经费呢 我们都不用我们通通都搬到自己的地方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我们就从中央来搬钱过来 搬了搬了搬那总有一笔钱呢 跑去哪里是不是就跑到了自己的口袋 或跑到绿油油的口袋 所以这一些所有的项目 虽然省计不没查 虽然是侯寒平自己发现的 实在了不起 所以未来呢有机会 我们一定要继续去追查这些所有项目 包含他所找到的工程建设跟工程公司 我都很怀疑 因为呢每办一个什么耐政评估 就是要花几百万 然后呢这个也要那个什么学 有些地方办耐政评估我觉得很合理 但这个也办耐政评估 然后这个也要耐政评估 然后那个也要耐政评估 你们到底是跟耐政评估公司有多好 因为每一次评估就是花个几百万 那评估完了之后呢到底有没有修 而且呢还可以一年评估一次 这的话有趣了 这个如果说不是在消耗预算 我也不相信 所以未来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查清楚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